歡迎收看堅良點 我是生亮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在新的一年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新的計劃呢? 近年各行各業和政府部門都開始應用人工智能科技 海關日前就開始在機場和多個口岸管制站 設立虛擬海關服務大肆小衛 計答市民和旅客的查詢 海關今次的項目獲創科局撥款約600萬港元 花費近兩年多的時間研發 新推出的AI系統名為小衛 旅客可以使用粵語、英語、普通話三種語言輸入問題 系統之後會透過人工智能以及自然語言等技術分析 提供實時回復 香港海關一向重視科技 務求利用最新和最適切的技術 配合部門的業務發展 以創新科技提升執法效能和服務水平 今次的智慧海關互動式達物系統 正正就是我們智慧海關藍圖下面 為了便利市民和旅客而研發的系統 整個虛擬服務大使的電腦屏幕分為四個部分 最頂的一層是一些提醒旅客的資訊 和一些旅客應該留意的快力要求 包括現今類物品的報關要求 危險藥物裏面對於大麻二分的管制等等 這些資訊都可以在此找到 至於第二個部分 就是一些其他的資訊 包括一些即時的天氣和時間等等 另外旅客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手機或流動裝置 去掃描幾個二維碼 來瀏覽海關網頁、微信公眾號 或是其他海關的官方媒體等等 而第三個部分 這個中間的部分 就是我們這套系統的核心 亦都是放置在中央的 虛擬海關服務大使小衛 旅客使用的時候 可以選擇 粵語、普通話或者英文 以語音輸入問題 小衛會透過人工智能和自然語言處理等等的技術 分析查詢的要點 提供即時和適切的回應 另外小衛也會利用機器學習 增強自己對查詢的理解能力 從而提升他的表現 我可以帶多少瓶威士忌 不少的旅客來到機場 都想知道 乘甚麼車可以出去市區 現在我就試問小衛 旅客可選擇多種公共交通工具 前往市區 請選擇你想乘搭的交通工具 你亦可以留香港機場網頁 以查看更多詳情 大家可以看到 小衛會為旅客提供不同的答案 讓旅客選擇想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 當旅客選擇了想了解的公共交通工具 之後 就會有更詳細的資料 能夠了解 當然 如果旅客想乘搭的士離開機場 其實他亦可以直接問小衛 哪裏可以搭的士 現在問小衛 就是機場哪裏有餐廳 想問一下機場哪裏有餐廳 接機大堂 A B及來講 陳君設有各式各樣的餐廳 有關地點及營業時間詳情 請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 在首階段 我們會在香港國際機場 港珠澳大橋的香港口岸 鄉源維管制站 和高鐵的西九龍站 設置這套系統 出入境都會有一套 而在下一個階段 我們會將它抗止至其他 香港的其他不同口岸 現時小衛暫時的服務範疇 它達到的範疇 主要是我們關於海關的事項 包括我們很多的業務範疇 包括可能是清關服務 執法工作 變相利貌方面等等 但我們都會繼續利用 我們的人工智能 去看看會不會有更多的空間 讓我們這套系統去發展 然後提供進一步的服務給市民